這個按下按鈕 這個我想比較簡單 那第二個剛剛同學講說那我的VBA function寫好了 function寫好之後那要怎麼執行 執行的方式其實特別注意喔 之前就有同學很妙 他就想說 之前也是按執行 結果他這個時候也是按執行 請問一直跳 跟各位講兩個不一樣 如果你今天是sub的話 那你可以直接這樣執行 是不會有問題的 可是我今天是function喔 特別注意喔 就不是從這邊執行 如果你從這邊執行 那就大錯特錯了 OK 因為有太多同學 都問我這怎麼執行 那特別注意喔 執行方法就不是說 因為呢 他這邊是直接去抓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再輸出到另外的儲存 所以他不會問你 sub有點是不是跟你互動的 就是不理你的 反正我就一直做 做完我就教 所以 像你們上課同學也是啊 他們同學都是這樣的模式 sub模式 就是做完了就教作業這樣子 那有些同學是function模式 所以function模式就是一邊會一直問 有沒有 OK 那會有一些跟我互動 有互動的話就是function 那特別說怎麼怎麼互動 第一個 一定要從這邊喔 插入函數 一定要從這個函數裡面的類別裡面有個使用者定義 找到他 按確定 從這邊 找一下 有沒有 向下填滿 這個部分的話呢 才是執行方學的方法 OK特別注意喔 這兩者是完全不一樣的喔 所以未來喔 你們做完方學之後喔 記得不要用執行的 一定要從這邊 這邊去執行他 而且是使用者定義喔 那假如說喔 之前就有同學 有一種情況 寫完之後呢 卻找不到 我記得好像是這樣子 有同學是這樣子 因為他插入的是sub 然後他想說 老師為什麼那個 我插入函數的時候 應該你不是有一個什麼的 使用者定義嗎 為什麼我這邊沒有使用者定義 有沒有發現 如果我們把function 有沒有 改成sub之後的話 這邊也不會有使用者定義了 因為你的 模組裡面喔 假如你選錯 所以維持強調 插入程序裡面 一定要選擇function 不能選擇sub 有些同學就直接很直覺的 反正就給他點下去 然後就開始 寫完了 寫完之後 老師沒有 一看 原來 你不是function 你不是function 你就不會在這邊出現 應該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啦 所以基本上 大概會有幾個 可能出現的錯誤 那這個錯誤都是 還蠻容易發生的 那你怎麼辦呢 只要把那個sub 改成function 就可以了 Function 才會在這邊 可以被看到 才會在這邊 會出現使用者定義 如果沒有 那表示你的那個 名稱一定有錯誤啦 那彼此之間是互相關聯的 絕對不會說 這個我想 一定是有一個原因出現的 而且這些原因的話 通常是顯而易見的 所以 理論上就把這邊執行一下 然後呢 就把這個地方 再run一下 就完成了 那如果run完這一題之後的話 可以再試試看 這個記得把它儲存一下 記得儲存一定要什麼 直接儲存 或者你用另存新檔 記得一定要 把它 啟用具體的活躍部 那你們繳交的話 請各位 記得 因為今天多了一個練習 叫做制定函數 所以你就在這個地方 後面名稱 刮糊一下 加個制定函數 今天的 跟上個禮拜 把它做區隔 多一個制定函數 好 那表示說呢 這個練習 是 制定函數的 OK 那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那個 我們制定函數的 這個部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今天的話 理論上 我們就會需要 繳交 制定函數的 這個部分 會把那個程式 錯誤的部分 稍微說明一下 記得 你繳交的時候 還是會稍微看一下 你的程式 你不是全部都在 同一個 同一階 記得 第一個是把程式 按Tab 鍵 下一階 OK 這個地方的話 我習慣這個不要說 不要換 然後呢 在Fornets 這個又是下一階 那這個又是下一階 if的 And if 這個就下一階 所以你按個Tab 鍵 那你想說為什麼 要需要做這種縮排 其實道理很簡單 如果你有打FOR 如果沒打NAS 程式一定不會跑 如果你有打if 沒有And if 程式也不會跑 所以特別注意 假如你繳交的作業裡面 沒有做這些縮排的話 那我會斟酌 會扣一點分數 這個一定很重要 將來你考試的時候也是一樣 因為這個縮排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你程式撰寫如果沒有做好 縮排這個動作的話 那 說真的啦 程式很不容易閱讀啦 那個閱讀性就非常的差 全部湊在一起 說真的 像原來這樣 說真的我光看我都頭很痛 因為我習慣縮排的人 突然看到沒有縮排 就會覺得很不舒服 這種有寫作習慣 還有第2個 第2個是說呢 加註解 加註解部分的話 這個註解 你可加可不加 但是呢 你不要跟我加的一樣 你可以打你習慣的註解方式 比如說到底這一行 我是 我自己這邊是寫一個錢瓜糊 啊什麼錢瓜糊 你可以稍微寫詳細一點 這裏面的話可以 讓你自己將來在這 看這行程式的時候 比較能夠看懂 所以你會發現 只要是註解 前面一定是單影 OK 所以這個大概一個寫作習慣 那假如你傳上去的程式裏面 沒有注意到這些的話 那請 請你再怎麼樣 把這些再稍微注意一下 那應該就差不多了 那 因為時間剩下不多啦 所以 如果等一下有時間 已經做完的同學 都沒有問題了 那你把152 這一題 可以再開起來 試做看看 這一題也許 今天要講可能 來不及 那因為他有三個瓜糊 所以怎麼辦呢 你要fine 可能就是 第一個瓜糊 可以找得到 但是之後的瓜糊 可能就會有問題了 而且瓜糊 特別是 自用全形的瓜糊 所以 這個地方的話 你要fine對不對 fine 什麼呢 fine 錢瓜糊 記得這個 先打一個 全形的 再加上一個錢瓜糊 這個時候才會是錢瓜糊 然後fine哪裡呢 fine這裡面的資料 OK 按確定 第2個 可是第3個呢 記得把這個公司 複製一下 複製做什麼呢 因為你要找的寬 有沒有 他一定是從fine 裡面呢 怎麼樣呢 一樣找錢瓜糊 可是 如果你這個star number 這個這個 參數裡面 假設空白 他會從第一個字開始找 可是 我們應該要從 哪一個字呢 從 因為我要找的是寬的 所以你必須怎麼樣 找的應該是 錢瓜糊的下一個字開始 如果你沒有下一個字 他永遠都找到2啦 那怎麼辦 所以你可以把 剛剛的公司貼 把它複製 貼上一次之後再貼上一次 不包含等號 記得把 第1次找到的再加1 你會發現 我把第1次 找到的再加1 之後有沒有 就第3 意思是說從第3個字開始找 找到 找到有沒有 這個時候第9 找到 才能找到第9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你要往下找的話 記得把 第1次找到的再加1 第9了 那高怎麼辦呢 一樣 再怎麼樣 把這個公司 再複製一下 取消 然後呢 在這邊怎麼樣 再貼上一次 然後 再 這邊加個等號 應該把等號 也加上去 然後呢 再把它打 再 再 不過特別注意 剛剛 那個如果你是全型的話 所有都變全型 所以你可能要再改一下 等號 然後打勾一下 第9不對嘛 怎麼辦呢 把這個公式再複製一下 再 插入函數一次 把這個怎麼樣 貼上 加1 就可以了 有沒有 加1之後呢 第9個 再往下找 就是第16個 所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你會把你向下填滿 向下填滿 那就會全部可以找得到了 不過你會發現 他位置好像都一樣 那其實做一次 好那這裡的話呢 我把畫面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個152步 不過152這部分先不用教 不用教 你們可以先練習看看 那 函數這樣子 VBA 也可以用類似的方式來完成 嘿